字幕提供 SEO 你看我又加價了 唉 我也有留意到 但其實買第一個Chanel 又未必要買全新的 今次我帶來看看Chanel的Vintage袋 而隔著有出物 又不容易跟人造款 你看我這個也是Vintage 對呀 蠻漂亮的 聽人說還會保值 是呀 你一定會想看出來 走吧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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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O 你身上的袋子 我也很想買回一個 今次我們找到專家 跟我們介紹一下Vintage袋 專家不敢說 我是Lavintage的創謀 字幕提供 對呀 你這個袋子也是很罕有的 但其實二手跟Vintage是一樣的 還是有分別的 當然啦 Vintage也是在二手範圍 因為Vintage是一些二手袋 但不是每一個二手袋都能稱得上Vintage 因為很多時候Vintage首先要配合上某一個年品 某一個歷史 通常我們在業界的話 起碼要有二三十年以上 譬如像Chanel Vintage 定義比較清晰 通常我們都會說由1980年開始 一直到2000年前中間那二十年代 我們都會統稱它為Vintage袋 其實它的價錢 其實跟現在我們在市面上 門面買到的價錢 其實落差有多大呢 其實就很難每一個Vintage袋都可以這樣比較 因為如果真的要比較的話 其實我們才可以找一些同款 即是說以前也有 現在也有 舉個例子 譬如說 經典款 這個經典款因為很久以前已經有了 80年對頭就已經開始有了 一直到現在專門店 其實都在銷售一個類似的款式 如果我們真的硬要比較的話 一個新款可能現在也在賣四萬八九 當然今年都漲了價二萬多元 其實都會有一個Condition很好的 跟現在新款同款的袋 Cida 我知道你好想買一個Chanel 第一個Chanel 當然找紫健介紹一下 究竟第一個Chanel應該入手什麼款 最好的呢 這三個都最近比較多人喜歡 或者譬如可能由這個開始先 但舉個例子 譬如我們想保值的話 只要有這個Cartic Wrap 今年升得很厲害 因為這個是Chanel自己最經典的款式 一路以來多的捧場額 基本上你自己用也好 或者你想有一個投資作用 用得來都保值 甚至乎一時你想賣出去的話 可能這些袋款的話 其實都是非常好的選擇 如果你說不是 想找一個不太比你輕 還是比你大 比你大的袋 比你大的袋的話 可能你會看到 譬如這一類的 其實你看到它不是很普遍的靈革物 其實這些都是當年的 一些Vintage袋的特性 其實你現在看到這個 是80年代頭的袋 如果你想找一些款式 比較罕有的 年紀又要大一點 其實這些都是很好的選擇 另外呢 如果我們說到Vintage袋的話 其實很多人都會比較熟悉的 據來我們經常說 Soul Soul袋 其實這些就是Chanel當年 一些很出美的Soul Soul袋 留意一下 例如這些Hardware 我經常都會跟客戶介紹 憑這個Hardware的話 我們大概都能盤換到 那個袋的蓮花 其實都是一些很有特徵的設計 你看到不是一般這些皮鏈 亦都是全標加的鏈 這些都是一些很受歡迎 在Vintage裏面的特徵 可以考慮一下這些款式 看到這些款式和剛才的Classic Flat也很像 是的 其實我們會留意 譬如像這一點 凡是Flat 其實它們的升值情況 都比較明顯 如果ChanelFlat的話 最近我們看到它已經是二三十個聲 已經是短短的一年來變 基本上它們第一個共通點 就是它們的設計 其實都是非常經典的ChanelFlat 演變出來的 譬如像你現在看到這個 如果你不看這一部份的話 其實它正正就是一個Chanel 但它就真的有一點細節 這個也是 它也是多了這一條的帽 其實這條帽也很值錢 這些你見到 其實它們的外形 都跟Classic Flat很像 譬如這個 座位的行有一點 因為你看到它也是 好像我懂的 不是靈甲 它整個都是一個Classic Flat的形狀 但它用了一個直紋的設計 再加上它的口肥 其實這些袋 現在在市場上 就升值得很重要 如果是二手市場的話 我覺得可能是的 因為二手市場的話 可能有機會是昨天 甚至乎上個星期 剛剛買了一個全新的袋 當然它有全套都很正常 但如果在Vintage市場來說 這一點就變得未必那麼重要 因為譬如你知道那些盒 或者那些Dust Bag 因為經過這麼多年 你都很難知道 那個是不是一個原裝的盒 或者Dust Bag 基本上我們都是 譬如日本業界這樣 大部份的行家 其實Cup和Dust Bag 都是很大量買回來 再配上Size 這樣配級的 始終我覺得 Vintage市場上 那個袋要保值的話 最主要它的汗油度 還有它的Condition 這個才是最主要的 其實都有的 其實我們可以簡單幾個步驟 都可以一個基本的判斷 看看它的袋有什麼問題 基本上 它們都不只會用一字的螺絲 如果是Vintage連帶的話 所以我們首先可以看看 它們Hardware的部分 會不會用一個一字的螺絲 但是這件事 在大部份的袋都會成立 都要留意一下 在某一個年份 某一個系列的袋 其實它們都會用十字的螺絲 但是大部份都會用一字 這個都可以先留意一下 接著就一定要留意一下 CNEL兩個C字重疊的方向 一般來說 例如靈界這樣 它們中間的線 一般都有十字十字 接著我們都可以留意一下 CNEL的客人 我們先講一下E字 一般E字的衣服 都會有不同的長度 最低的話 一定是最長的 之前也提過 例如一個Vintage袋 你要它保值的東西 保持到那個Condition 很重要的 所以我看到這個袋 例如這些角 都有少許磨損 其實你要用這個袋 一定會有的 因為這些我們都叫做自然的選號 但是幫它做護理 那個Timing就很重要 有很多人 如果你看到這些情況 都不理會它 那你越擺越久 其實它慢慢會惡化 所以我們要在它惡化之前 做了一些護理 我們應該自己 塗些油上去 其實這個盡量不好 譬如坊間 有很多我們叫做皮革護理的成品 譬如一個全新的袋 我覺得問題不大 但基於Vintage袋 其實它們都要有幾十年的歷史 很多時候皮革表面的一些傷害 我們未必可以瞭眼看得到 比較常見的情況 就是可能你用了一些皮膏 抹完一些特別淺色的袋 你抹完之後 你會發現 呈現了一些水韌 甚至乎深色了 不退色的 所以我們經常覺得 凡是一些表面處理的話 都是找一些專業做評級表面處理的人 幫你製作保養物 就比較適合 其實很多時候 大家都會把袋 收藏在衣櫃 或者櫃桶裡面 短時間就沒問題 但如果長時間 放入一些空氣不流氧 或者陰暗的地方 都是一個主要造成 發毛的原因 所以這些地方你就要小心一點 記住 買哪個袋 不要自己多手去製作 否則救不上 一定要保養 這個給我東西 我又不是買個袋 現在給我東西 Sero你看看剛才子健介紹 這個真的不錯 我也覺得很漂亮 還說這麼多 給錢吧 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